爆大火燒死防疫旅館 四條人命 消防 檢警都在釐清起火的原因 那麼現場也拉起了封鎖線 沒有想到竟然有直播主 違法闖入在火場裡面 開直播 好 一行五人跑到起火點的二樓 三樓 接著再跑到七八九樓的防疫旅館 整整待了半個小時才離開 警方要求直播主到警局說明 訊後依照無故侵入他人住宅罪 以及消防法開罰 直播畫面拍下四名男子 加上拍攝者總共五個人 他們直播的地方是六月三十號 發生大火 奪走四條命的彰化 橋友大樓 而他們說要進去探險 一行人在起火的二樓穿梭 現場都是燒焦的痕跡 跟大量的灰燼 還有滿地碎玻璃跟雜物 直播到一半自稱有靈異體值的直播主說聽到哭聲 氣氛瞬間變得毛骨悚然 但這群人好大膽 在走到樓上的防疫旅館 最後停留了半個小時 之後才離開 直播主說想去現場看看 但強調沒注意到有封所限 橋友大樓起火 造成四死原因還在調查 記者時機回到現場 門口的封鎖線確實還沒撤下 代表仍然是管制區 直播主不顧法律 擅闖已經拉起封鎖線的火場 警方六號訓後依室內群聚五人以上 違反傳染病防治法 破壞火災現場的消防法 以及刑法無故侵入他人住宅罪 將五人含送 也說以後一定會加強巡邏 華視新聞總報道